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三个扭蛋玩具 首先是这个托马斯的扭蛋 那这个需要三枚硬币 掉出来了,这是一个绿色的扭蛋 这里面会是哪一位托马斯呢? 接下来的这个扭蛋是和汽车有关的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汽车 这是两枚硬币的 那我们买到的是一个白色的扭蛋 这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汽车呢? 最后这个扭蛋是面包超人的列车扭蛋 这里面有可爱的面包超人列车 这是三枚硬币的 这个扭蛋是红色的,看起来好新奇啊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托马斯的这个扭蛋 这里面会是什么惊喜托马斯呢? 这是里面玩具的种类 一号二号是托马斯,一个是笑的,一个是吓一跳的 三号四号是裴希,一个是笑脸,另外一个的表情好像不太开心呢 五号六号是扎姆斯的,一个是笑的脸,另外一个也是吓一跳的脸 那我们抽到的是一辆绿色的托马斯 而且我们抽到的是一个笑脸的托马斯 这里一拧动之后,轮子就可以走动了 这是一个发条的托马斯 迷你的托马斯跑得好快啊 哦,它装到了大的裴希托马斯 那它身上还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用贴纸把它装饰一下 裴希是六号的托马斯 这是前面的贴纸 然后这是车厢的贴纸 那这样子,托马斯就装饰好了 那你们最喜欢哪一个托马斯呢?可以给我留言哦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个 不同的汽车 这是一个白色的扭蛋 这里面好像是一辆白色的汽车 让我们来看一下玩具的种类 这里面有救护车 消防指挥车 还有便衣警车 还有警车 后面还有两辆小汽车 那这是一辆什么车呢? 它好像是一辆面包车 然后上面的英文写着 ambulance 这是一辆急救车 它的车灯是红色的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其他的车辆 这是一辆什么样的车呢? 上面写着110 然后还写着police police是警察的意思 那这是一辆警车哦 这是什么车呢? 吃的背后有一个好大的汉堡啊 里面还有两个红色的座椅 这原来是一辆运送汉堡的汉堡车 这里还有一辆运送薯条的车 前面是一个大拖头 这些车看起来好迷你啊 你们最喜欢哪一辆呢? 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辆大的救护车 这辆救护车好大呀 它还有车牌号码 上面写着消防厅救急队 然后有大大的ambulance 救护的意思 上面还有四个按钮 让我们来按一下 发出了救护车的声音 让我们来按一下音号 这是另外一种救护车的声音 看起来好好玩呢 这是迷你的救护车 最后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的是 面包超人的列车扭蛋 这里面有一个黑色的袋子 上面还有两张贴纸 让我们来看一下玩具的种类 有面包超人 有面包超人 红精灵 婴儿超人 还有细菌小只 那我们抽到的这个 好像是四号细菌小只的列车 哇 出现了 这是列车的部分 这上面还有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好像是用来贴细菌小只的 列车上面有面包超人 还有各种各样的朋友 上面还有果酱爷爷 起司小狗 让我们把细菌小只贴在牌匾上 那这列车箱是由细菌小只负质的 然后这是吃头 防包超人是列车长呢 走动的时候 细菌小只的牌子会一摇一摆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面包超人坐的是一辆什么样的车呢 它长得和面包超人好像啊 两边还可以展开 这应该是会飞的翅膀 这是一辆什么样的汽车呢 旁边的旋钮可以转动 原来这是一辆公交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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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还可以连到一起 最后的这辆也是面包超人列车 和细菌小只的很像 两边可以拉下来 让我们把它们连到一起 细菌小只的列车走到最后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扭蛋 有托马斯的 面包超人的列车 还有救护车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给我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